今天为您介绍营牌的一些工作人员跟负责老师 首先为您介绍物理工品牌的执行委员 海大西研索教授林丽宇教授 大家好 我本来有我的工作 今天的工作就是邀请张锦华老师 因为张锦华老师没来 没想到他今天年纪有些人 所以要讲话 还好因为平常都有在做支付金行销 所以呢 不要再讲一遍就好了 因为昨天刚好课上 就是学校的课刚好介绍到 一定要讲出来 因为就是到年轻学者 然后努力来提案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你刚好就检阅了 就是整个WeRePone 在整个台湾新闻史发展的过程中 他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走到这一台 那我觉得真的 在检阅过去的过程中 也真的就是很感谢大家 在过去这段路上 什么问题 大概 我大概看 昨天刚好讲 记忆游戏 1990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看到说 台湾整个的财团 是有化的力量 所以媒体被财困 是1990年代的情况 但是2000年之后 好像看到 那个财团控制媒体这样的典范 这样的新闻产制典范 好像出现了危机 例如说 一些报纸开始关 大情报啊 新报啊 什么报 开始关起来了 那到了08年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 那个旺中案 二中案 然后接下来旺旺 又开始兼并 2011年的时候 那我们见识到说 财团的力量这么可怕 然后 那很多的公民团体 公民 特别是学生 也开始来到旺中 那这个也就是说 那个财团控制传媒 在台湾上面 过去在2000年以前 大家会觉得说 这本来就是私有化 但是到2000 2010年以来 大家会觉得说 财团控制传媒 是有问题的 那会对三中案 或者是斗贷案 会这么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趋势 但是 我们也在想说 那这样子 有没有一个替代的趋势出来 那其实也可以看到说 也在同样那个年代 在2000 2010年左右 2009年其实是卓越新闻奖 就已经开始颁社会公器奖 那时候社会公器奖 应该是主流媒体 然后媒体不是要做社会公器吗 但是我们就看到的是说 社会公器奖 第一届是颁给谁 大家猜猜猜看 可能我 可能我 三千周刊 对 三千周刊 然后其实同学们都不知道 但是它却是我们 那这样的一个社区媒体 却是所谓的社会公器 那我们一些重要的主流媒体 却不是在做社会公器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在第二届又是什么 第二届大家记得吗 苦劳 苦劳 那再来呢 还支 还支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社会可能到说 其实独立媒体 那公民媒体 其实越来越重要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调查报导 也包括班纪和独立媒体的 包括理会人工的 就是说独立媒体 就是说 主流媒体没有受到 应该拿到这些奖 但是却是 不是办给他们 他们没有办法 担任 但是独立媒体 独立媒体的人 却相对重要 但是我在课上也跟同学讲说 在检约那个独立媒体 他们的那个 生存的 生存的环境 生存的情况 其实真的是 老实说是自我多学 就说可好 每次都要起来 收来 过得好球好球 然后你把本机进去 对就是那个条件 生活条件就真的很差 就是说那个 那就是我不能说 靠着这个意志力这样 那也是在同样 那个年代 其实成果学界有做一些努力 在2010年的时候 那 有 你就可能 可能要就是你们两个 在那个时候 真的做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 开始想说 怎么办 就是 就是主流媒体有的 以前这样的生存模式 是有问题的 采访报这样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独立媒体这部分 有这样的人才 有这样的理念 但是没有充分的方便 那这样的 这样怎么办才好呢 对 那所以 所以这个时候 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 柯顺老师 跟李永远老师 就开始 在学的 就开始 觉得这是有问题 那所以他们就开始 推动一个运动 叫 公共新闻学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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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10年 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的主要的理念 其实是希望 能够有公共新闻学 公共报业 那 国家能够介入 就好像很多的国家 北欧的模式 或者是 很多的模式 那国家能够介入 然后能够扶植 由国家的力量 扶植社会所需要的 公民心 公共新闻 这样的 这样的 那些神坛 那些人体系 但是写了 那一次是 不walk 真的是不walk 那我为什么会提到 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这条路 会怎么走过来 也是不walk 我记得我们那一次的 做答会的理念 对 还有请到新闻局的人 新闻局的局长 来说 国家来 这是社会需要的 那市场是失误的 但是 所以国家应该要做一些 应该要做 做一些工作 做一些政策 在政策上有一些失误 有一些作为 那让我们的媒体 能够符合社会公企 或者是扶植这个社会公企 这是生命最重要的 跟食品一样 其实媒介是新闻粮食 就是 新闻是人的心理的粮食 这是非常重要 但是 新闻局长 我觉得那一次 新闻局长是不可能吗 不可能吗 这样 所以那一条路是走的 是没办法 在那个时间点上走的 所以 2011年才有领获 就是有 因为我们台湾社会 因为你显然自己 赢过政府 赢过国家 所以 期盼说 有些公民社会的力量 来扶植 来扶植公共新闻学 也来扶植调查 包括社会所需的 公共新闻学 那所以才会有 媒介生态中 这只是中间重要的一块 那也形成了另外的一个 媒介体系 一个ecology 一个媒介生态 也就是说 一个小小的 但是 是还在成长中的 也就是说 有一些公民记者 有一些公民记者的投资 那 独立学院是扮演着 training 的角色 就是 教育的角色 那我们这边是 方鼓的角色 那另外还有 一些独立媒体 是扮演着 平台的角色 像 新闻局 而是扮演着 它不选的角色 这个平台的角色 那形成了这样的ecology 但这样的ecology 其实相对来讲 真的是还在成长 但是也是看到 台湾是希望的 那但是 站在媒体改革的立场 还是希望说 整体的 组的媒体 必须要做怎样的翻转 那国家要 怎样的规范 怎样的位置 那在未来的那个 2000年的中 那个2000年的 2006的总统大选中 那希望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希望说 在组织的台湾的政治民主的过程中 那媒体改革 是一个政治转型中 正义转型 就是一个转型正义中 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应该在 在整个选举 或者整个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中 应该要好好讨论 应该要好好清算 才能够走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